咱们接着聊一聊这个热点话题啊 就是吉林陶南市黄德义吧 黄姓老师的这个大富桥被判刑的这个事 这个热点还在 现在又有了新的消息 就是说邻村的知书说呀 曾经因为桥的问题呢 和这个黄德义有过争执 还被打了还打过架缝了几针 但是呢本村的干部啊和周边的村民 都说呢这是一个善举啊 黄德义他打这个桥呢 确实方便了周边群众 包括这个 曾经啊这个有一个大户 他修这个桥呢一共收了五万多块钱 其中两万多块钱呢 是一个主要的 他应该是拉搞运输的人 收他的钱多 一共收他两万块钱 那这事发之后呢 这个人把钱又退回了 那个就运输户 专业户 这运输专业户他不要 因为这个 人将心比心吧 确实是人家修这个福桥 你来回 一趟就省150公里 一区回170公里嘛 两趟不就100多公里 150公里嘛 那150公里 咱就说载住机身 你算是确实省不少钱的 人家也不要 那现在呢 这个案件啊 这个成了热点之后呢 就有好事者在刨这个案子 发现啊 审判这个案件的主持法官啊 他是一个茂密顶替的 就签出了一个案中案 这个审判长叫什么呢 叫孙力 这个孙力这个人啊 他实际上不真的姓孙 他原来姓曹 他为什么改姓了呢 你可能想不到 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小朋友来说呀 可能这个高考冒名顶替 这都是很遥远的话题了 在你们的父亲啊 父辈的时候可能有过这话题 恰好 这个孙法官孙力啊 就当时是冒名顶替的 这是一个案中案 这个孙力的真名啊 叫曹国君 他1966年出生在白城市 陶北区德顺蒙古族乡的某村 1966年啊 在陶南 1986年啊 在陶南市一中高考落马 这和我差不多啊 那87年呢 这个曹国君啊 他在万宝煤矿二中复读的时候呢 认识了孙某 孙某呢是孙力的哥哥 他是突泉县土耳机任人 这个曹国君啊 从村某的口中得知呢 内蒙古啊 这个突泉县高考分数县 他低 比这个他们当地低 于是这个曹国君啊 就以孙某 他这个没有读高中的弟弟的名义 叫孙力的名字呢 报名参加了高考 从而呢 被呼伦贝尔市人民警察学校录取 是不是很有 不叫传奇 很有魔幻色彩 就是我们上一期的时候 做那个标题里面 有个魔幻俩字 这个主审法官高考的时候 他是冒名顶替的高考移民 你如果正规的高考移民 也不算啥 是吧 你从过正规手续 把货口签过去 你还是叫曹国君 你考上了 别人也没啥说的 到现在为止 这个高考移民 包括我们说天津的兰英户口 不还都存在吗 是吧 那在这个框架范围内 在这个体制范围内 他允许你这么搞 也没啥 但是呢 他是冒名顶替 名字都赶了 所以啊 这个1989年7月 这个曹国君呢 就以孙力的名字 被分配到了 陶南市东方红造纸厂保卫科 1992年6月呢 到陶北市法院工作 1994年3月 成为法官 那么之前媒体就有过报道啊 中共陶南市纪委监察委呢 因为这个事儿被 曾经有人曝光过 举报过他 只是给予了他党内警告出份 继续保留党籍 继续保留公职 在法院继续当法官 所以你看这个事儿 这真是杀人放火 金腰带 羞翘补路 吴世海呀 这个莫名顶替的 考上了警察学校 又通过经营 钻营当上了法官 他心里边 得多么的不安呢 他能和他的原来亲戚 断绝关系吗 他爹不还得姓曹吗 他哥哥弟弟 就苏巴大 苏巴兄弟们 不还得姓曹吗 你怎么就成孙利了呢 你办过领养手续吗 这个事儿啊 到现在为止呢 可以说是暗中暗 暗中暗 葫芦僧巧办 葫芦案 就是说 这事儿你要挖下去 根本就弄不干净 一堆屎 一堆屎 但是这个事儿 你说到最后会怎么弄呢 我可真说不好了 大概率是 我觉得这个缓刑 是应该去掉的 有人质疑 为什么 这个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修过福桥 能把他们家 十八口人都判刑吗 我只能说你 too young to nerve 十八口人判刑 算什么样 四十多口人都有判刑的 是吧 这个事儿啊 我告诉你 基本的道理在哪 有他们的道理 为什么会十八口人判刑呢 这个福桥啊 是这个曹老师 不是这个曹老师 黄老师 黄德义 他们家族修的桥 他挑头 这十三个福乡啊 在农村里边 用钢板焊出来 还相当可靠 没出国事故 这是一个很花钱的工程 是大家集资一块弄的 相当于是 这是老少爷们们 就是他的家族一块干的 那你说 水旗就要拆 是不是要围过去啊 有人过来要找他们麻烦 家里爷们老少 是不是要围过去啊 这就具备了那个 寻觑姿势的基本条件 我管你有没有理 我打你左边耳光的 你应该把右边脸露出来 我打你 你的老少爷们们都得跪下来 挨打 你就不叫寻衅此事了 你胆敢瞪一眼 你就有问题 态度有问题 你胆敢还个手啊 那就得判刑 懂了吧 我们留言这有个朋友 说过是不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告诉你 这事啊 就是作为黄老师来说 黄德义啊 他之前是老师 所以呢 才有了修桥的这个觉悟 不是说咱看不起老农民啊 他现在也是农民 周边的也都是农民 我们说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 很多里边是有相当的自私沉稳的 能站出来给将农民办点事 自己花钱 人家收这个钱到现在为止 那13万还没收回来 所以啊 这真的是善举 人家怎么收钱 也不会过的 但到现在为止呢 成了这么一个恶心事 我相信啊 在现在舆论 特别是短视频媒体这么发达年代 如果他不给清楚个说法 第一个 判刑缓刑是不是要取消 你的法律使用是不是合理 第二个呢 当初罚了款了 就没有给予刑事处分 你现在又给了刑事处分 那你水利局当初的做法有没有问题 对吧 不是可乐啊 胖大海和胖大海喝菊花 所以啊 咱们继续吃瓜 天已经不太热了 还是需要一个大瓜来吃 我们桃南市这个瓜呀 我们继续吃 三天水加个赵念桃 我第一次念错了 念赵南市了 后来呢 我打拼的时候就发现 没这个字啊 一查 发现是个桃南 也有朋友给指出来了 我在下面已经说明这个事了 念半边啊 风险很大啊 但是中国啊 基于能的那两个元素 半导体元素 加和遮 念半边 没错的啊 那好的 关于吉林的这个修建副交被判刑啊 法官是冒牌这个事呢 和大家聊到这 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特别感谢啊 西瓜平台那些特别推荐 关注的朋友 也感谢这个油管平台上那些留言啊 点赞分享的朋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